现在的这个新能源市场上 合资品牌甚至豪华品牌 已经变成了网友口中的杂牌车 对现在大家都要拥抱新势力了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些豪华品牌的车型啊 说实话它的实力还是在的 但现在啊就缺少那么一点点诱惑 这个诱惑是什么呢 就是优惠了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到了很多这种豪华品牌的 传统豪华品牌的这种CS店 去看看他们的新能源车 纯电车优惠到底力度怎么样 整个看下来啊 我觉得整个分三类 第一类啊 就是坚守阵地型 我是豪华品牌 我的这个价格啊绝对不能跳水 留个悬念 大家先猜一下猜三秒钟 哪个品牌豪华传统豪华品牌 你们觉得会是坚守阵地 一分钱不让的这种 就是姿态很高这种 你猜一下 三二一 来我们接下来答案 答案就是 凯迪拉克 没想到吧 喜遇王也有自己的坚持 对 之前大家都会觉得凯迪拉克 那绝对要谈优惠的 但是那款车 我们刚刚去店里面问了一下 那个瑞哥 Lyric Lyric 瑞哥那款车 没有优惠 然后还有第二类呢 就是心里面想优惠 但是呢 又作为一个豪华品牌 咱们有这个包袱在 遮遮掩掩 对 有点遮 遮掩掩心 这个呢 代表的啊 就是沃尔沃 那沃尔沃的这个新能源车 纯电车 其实现在不是太多啊 就是在售的基本上就是这个C40和XC40 简单明了 他们的政策 这两个车啊 没优惠 明年上没优惠 没优惠 但是呢 你交5000块钱定金啊 可以膨胀到3万5 和2万5 和2万5 对 XC40是2万5 所以算下来的话 就是一个优惠2万 一个优惠3万 只是呢 没有明说 这个优惠我觉得是没到我心里的 但是如果你希望自己的 纯电车有一定的这个品牌的形象 对 别人觉得你卖沃尔沃 其实还是挺 挺环保 挺注重家庭的健康 挺注重安全 至少不像凯亚拉克 对 对对 但是呢 因为这款车啊 比如像XC40 优惠下来可能就是25万左右 25万多 但你想想 燃油版的XC40的话 是20万左右了 所以我觉得它还有很大的空间 对 相比 我们今天虽然没有去看宝马 但宝马的新能源 比像i3 对 像X3 都比这个燃油版的3C 更便宜 比燃油版的X3 都更便宜 而且配置还更高 对 好 这个就是第二类了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三类 就是放飞自我心 反正新能源 新势力这么厉害 那咱们就对吧 就光着膀子 就干价就完事了 第一个品牌呢 是奥迪 Q4一串的 Q4一串 先行版就是它最低配的这个版本 其实配置已经很高了 而且也比ID4要高 这款的话呢 是28万9千9的指导价 然后现在优惠下来啊 22万 跟ID4比的话 它只比ID4在价格上贵了小几万块 但同时在配置还高了很多 整个类似的质感也会好很多 品牌也要加分嘛 对吧 然后还有一款比较高端一点 就是之前出的那个奥迪一串 那款车的话 现在指导价是58万5千8的中配型 就这个争选型啊 现在优惠下来是34万还有的台 所以就直接优惠了256万 256万优惠了一台奥迪A4下来 这个诚意真的是不得不选了 对不对 对 然后还有一个品牌 除了奥迪以外 这是我没想到的 没想到的一个品牌 就是奔驰 老大哥 真的啊 咱们豪华的象征 奔驰的电动车 之前其实被刺了不少人 就是它从EQC开始 对 价格 然后电机的问题 那段时间奔驰的这个电动车 形象其实不太好 那么现在奔驰又开始出了 一系列像EQA EQB 这一类稍微便宜一点的电动车 但是市场好像也不太买 这样 是因为我觉得是因为 它的指导价一开始起的太高了 30多万一台这样的一台 给了咱们自主品牌充分的发展空间 对 然后现在他们发展好了 奔驰也意识到问题了 现在开始优惠了 对 优惠起来啊 就是比如像EQA 现在是32万2的指导价 对 优惠多少人 我们到店里面搭口就是11万 我们还没有深谈 对 随便一问就11万 对 消息问直接表示就是你如果确定要 那我们再坐下来慢慢谈 所以32万2优惠11万 就是21万2了 对 21万2还可以谈 对 还买什么C40 对 那这个 它的兄弟球型EQB的纯电 是35万2的指导价 它也是 这个差不多 差不多就11万 你可以造了12万去谈 如果是你握着20万出头 当然你可以去 现在可以看最热门的Model Y 包括小鹏G6这些车 但是如果你对品牌啊 还是想要圆自己一个奔驰梦 或者是一个奥迪梦的话 这个Q41重也好 或者EQA EQB也好 其实都能在你的预选的这个范围之内 对 其实怎么说呢 这个品牌是一方面啊 如果咱们不谈品牌带来的品牌附加值 我会觉得说 如果你特别在意传统燃油车的驾驶感受 你如果特别在意这一点 我就是想要跟燃油车差不多的驾驶和乘坐的感受 那其实传统的豪华品牌在这一点上还是有优势的 但是如果你说我要的是空间 我要的是尺寸 要的是配置 要的是科技 对 那肯定是咱们的中国品牌在现在是肯定是占有这个优势地位的 对 所以怎么选 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讨论起来 这就是咱们今天的一个简单的价格行情的探讨 如果大家对行情感兴趣持续关注 我们接下来我们再去探访一下传统的合资品牌 这种像丰田本田 对 这一类的合资品牌 他们的电动车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 什么样的处境